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讲 云和修持 这个可以说一说 功德要从心地上下功夫 从心地里面断无修善 要肯定人心本善 比如《三字经》上讲 人之粗心本善 我们每一个人心地都是纯净纯善 都是佛 佛在华业研究上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本性本善 怎么会变了值呢 这个转变 与外人没关系 关系都在自己 你迷失要自信了 六根 接触外面境界 见色纹身 你被外面环境迷了 你在环境里面 大妄想 其分别 其执着 就变成不善了 那么这样子 长久以来 越迷越深 你没有办法自拔了 你本来在一阵法界 堕落到释法界里头 释法界我们今天堕落在人道 人道再往下去 就是地狱道 恶鬼道 出身道 如果我们的心情不善 决定往下堕落 心情能够转变呢 那你就往上超身 所以我们常常劝勉同学 你的眼光要大 不要看这一身 这一身的时间太短暂了 常常为来生着想 来生里面 第一殊胜的是极乐世界 因为你到极乐世界的 肯定做佛 到其他世界 多半都是人天年道 不过人天年道 比苏婆世界都殊胜 佛宝党 寿命场 都肯定 你们刚才问到这个寿命 从前我的老师告诉我 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 皇帝内经 灵书经 这个里面所说的 人的寿命 应该要活200岁 为什么你活不到200岁呢 是你自己把自己身体 糟蹋掉 你不会保养 这个身体像一个机器 你要懂得它的性能 你要好好地保养 它会用很久 像我们现在用机器一样 我们这个道场机器很多 你要不会使用 按流按错了 不知道保养 它的寿命就尖断了 就这个道理 那么怎样保养呢 养心 要筋 养身 要动 身体 要运动 活动 活就要动 不动 就不活了 活不了了 所以要活动 这些名词术语都很有道理 心 你看看 金刚经上讲的 三心不可得 楠眼睛 切出真心 心在哪里 心找不到 心真有 但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 所以 心要空 心要虚 心要进 心里不能有东西 天天大妄想 伤心 伤心底下两个岁 害命 害自己 不是害别人 你为什么 活不了两年 两个岁 你天天干的 伤心被害病 你的寿命 怎么会正常呢 心里不能有东西 身体要运动 所以佛门 对于养生之道 那是作绝了 你看佛家教给我们 拜佛 拜佛是运动 拜佛的时候 那像我们凡夫 不能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就成功了嘛 念头断不掉嘛 断不掉怎么办 一念 心里只念阿弥陀佛 把所有一切妄念 归成一念 哪一天这一念也没有了 你就成功 你就功德严满了 所以念佛是 用这一个方法 把你所有一切妄念 制住 以应念 制一切妄念 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用别的方法呢 你看参禅用速习 用速习也可以 但是不如念佛好 念佛有 阿弥陀佛 为神加持 是经上讲的 他曾经法了愿 所以我们念他的时候 他有佛的加持 你念一二三四五六七 得不到加持 是不是 是由这个效果 没有这个加持力量 你要懂这个道理 懂这个道理才晓得 你对念佛才有信心 你才会欢喜念他 所以心要尽 身要动 这个修持的方法 那么修功德 这完全相应 修复德呢 修复德也相应 修复德里面就是 有信 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修博士 修财博士的财富 修法博士的聪明智慧 修无微博士的健康长寿 你只认真去修这三种布施 你就得这三种果报 这三种果报是佛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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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Feuer 蛋糕